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让我更有想象力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使我得到的更多 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 他们很想要知道神对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跟计划是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也需要有梦 而且这个梦常常可能不只是针对我们自己 我们也需要有梦 但是当我们要有神的梦 也有我们自己的梦 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允许神的梦超越我们的梦 因为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这样讲 它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看见的梦想 可能是更大更全面的 甚至我们可以像是Bil Johnson 牧师所说的 我们跟神一同主梦 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可以跟神一起来梦想 我们怎么样去祝福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样去影响人的生命 我们可以一起编织这个梦想 但我想John在你的生命当中 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跟神一起祝梦的经历 对啊 我觉得刚刚你讲得非常好 其实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尊主伟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像以福所书里面所说的 神能够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其实很多的时候 当我里面的渴望 当我有一个尊主伟大的心 我愿意跟随神 我的梦想 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只是我个人的 不是我尝试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 而是其实我已经在与神逐梦的过程当中 叫神最棒的地方是什么 他跟我们互动 他不是一种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我给你一个order 然后你现在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分配你 这是你的呼召 这是你的使命 这是你去做 不不不 神渴望跟我们是互动 神渴望跟我们在这个梦当中 你会发现 到头来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我的梦 还是神的梦 其实我以为这一直都是我的梦 包括我去年 你也知道我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小学 我有一个负担 渴望改变整个的教育体制 那可能会觉得是我的梦 可是到头来我发现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梦 可是神允许我在这个梦当中 我以为这是我的渴望 这是原来是神 主已经运行在我里面的那一个力量 其实他成就了一切 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好开心 为什么 因为与神主梦的过程当中 是最清神 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单子是他扛 责任他服 我要做什么 我就是勇敢地跟他一起跨越出去 所以在领受呼召的同时 很重要的 不是只是领受 勇敢在信心里面跨越出去 因为最终要负责的 是呼召你的那位阿爸天父 那一眼我很好奇 我想听听看 你怎么样找到你的呼召 其实对我来说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会当牧师 我事实上我自己一直觉得说 我就是要读法律 你知道我大学99个志愿 我只填了两个志愿 两个志愿都是法律系 因为我看太多那种法庭电影 你知道吗 什么hero 什么就是那种 我很羡慕当检察官 能够打击犯罪 然后所以我就 我就为了这个目标 我要当检察官打击犯罪 我就进去法律系 后来进到法律系之后 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检察官最需要两个科目 刑法跟刑事述动法 我都读得不好 而且检察官还要相验尸体 所以叫解放 你一定不行 所以我看得最不好 这个我觉得我没办法 还有一次我们去参观调查局 看吸毒的人的脑部 我真的一看完之后就觉得 我真的没办法做这个工作 后来但是发现说 我对于商业的法律 赚钱的法律 我都相当有兴趣 也觉得不错 我就研究所一看 读了财经法律 我就觉得我一定是要走这个法律的路 可是在我26岁蒙昭的时候 事实上我蒙昭 我是一个很调皮的 很不顺服的孩子 让神一次两次三次 透过好多的仆人 然后跟我说话 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每一次 我就每一次讲说 上帝如果再给我一个印证 那我就要来回应这个护照 好就等到下个印证发生 我就再给我一个印证 好我就要回应 甚至有一次 我去有一个先知 还在为别人发愈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先知 然后这个先知 他的方法很特别 我看到前面一个人 他甚至对前面一个人说 他说你骑摩托车太快了 然后他旁边都笑起来 好紧张 然后旁边都笑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赶快来认罪 他把我的内心的什么罪都讲出来 我就在那边认罪祷告 后来我就问了神五个问题 我说神 这五个问题都回答 透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先知 他如果能够看到我的时候 他就把这五个问题都说出来 那么我就相信 这真的是你在呼召我 结果你知道吗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连祷告都没有 他就直接对我发语言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录音带 那个还是录音带的事 把一个录音带交给我 三分钟一刀 这个录音带拿出来给我 他把五个问题都回答完 还讲了第六个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他说你很想做个孝子 上帝会让你心满意足 然后他讲了这六个 哇我真的震撼 我的心还是很刚硬 我还是说上帝 那这样子好了 你亲自跟我讲话 我就相信了 那么上帝就透过一个 半夜在半夜 晚上三点半的时候 神把我叫起来 然后就跟我讲了 以其解除37章第10节 就是说我要遵命对海谷说预言 气息就要进入海谷 海谷要活过来 站起来 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 神对我说 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很像是这些枯干的海谷一样 起来对他们说话 让他们这些被杀 非常枯干的年轻人的海谷 能够活过来 站起来 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 直到那一刻 我才顺服 我才说主 我真的起来 然后哭泣我就说 主 我知道一件事情 你真的在呼召我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 我应该是要做法律的工作 可是现在我知道 我要来服侍主 不过我告诉你 我后来去研究所毕业 我当兵 我又调皮了 我又跟神说 我可能是我搞错了 硬着景象 对 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所以有时候我在思想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说 要透过这个 要透过很多的印证 是不是要很清楚跟我讲话 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 我就会跟这些人说 我说你知道吗 我觉得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 如果那些单单看到需要 就找到他自己的呼召的人 是比我这样子的人更好的 因为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好像抗拒 不过两年前我发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让我发现 原来我真的自己都不探索我自己 因为我梦想说我要到跨国的公司里面去 做法律顾问 对 做商务的律师 我有一次去演讲 就有一个外商公司的法务部门的主管 这个法务部门主管听完我演讲之后 他不是个基督徒 他就跑来跟我讲 他说牧师 他说我发现一件事情 你没有当律师真的太好了 你没有当律师真的太好了 我以前只有听过别人跟我讲说 你真的是 你没有做法律工作 这好可惜 这好牺牲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牺牲 可是从来没有人家跟我讲说 幸好你没有做法律工作 幸好你做一个牧师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牧师从刚刚你的演讲里面 因为那个演讲里面 我当我讲到年轻的时候 我就哭得 我自己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他就说 我发现你是个非常有情感的人 你有很丰富的情感 他说你做律师呢 你可能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律师 因为律师不可以有情感 是不是 因为你的 因为对我的感性太强了 所以说太有情感了 那可是呢 他说可是如果你当一个牧师 你是一个顶尖的牧师 我那一瞬间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我从来都没有发现 我的personality 我的personality 或者是我的experiences 我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他说 你如果当牧师 你会是一个比你当律师更好的 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 我应该早一点开始探索我自己的这个旅程了 就像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热情的里面 甚至我要说 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的父亲是牧师 那我在 我等于是一个牧长的家庭里面 可能在我重生得救之前 我觉得我的蒙招可能在我重生得救之前 为什么 因为我大概大概差不多在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做牧师 我二十六岁才蒙招爱 你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我从小最大的志愿就是做牧师 基本上牧师孩子会有两种极端 一种是就是完全不想做牧师 完全不想跟教会有任何的瓜葛任何的关系 那我哥哥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我超爱做牧师 我都还记得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教会每一年传道同工都会去开退休会 对不对 是 然后我都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种西边 然后所有的孩子们都跑下去西边玩 去抓虾 然后迅光牧师我哥哥也跑去 他说整整你要来 我才七八岁 我每一次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开同工会 退休会 他们每一场我都坐在那边 我不知道我就好喜欢不想去抓虾 我喜欢坐在那边开同工会 我大概从小就很喜欢听教会的八卦 你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想要做牧师的渴望 甚至是在我真正了解这个信仰 真正认识神之前 我觉得那个呼召就在我里面 那个渴望就在我里面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是 是不是呼召要先信主 然后重生得救之后 然后再蒙招 然后再就那个时间点 其实你就会发现 因为刚才我们讲很多东西 其实跟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就发现 当我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 我后来就出国念书 高中大学毕业去研究所 我大学去读心理系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要不要加入他们的一个服饰的团队 就直接全职 高中毕业 是一个美国的牧师邀请我 我知道我有一天会全职服饰神 可是我就不知道那个timing 那某种程度 其实说真的 我也没有真的 像你领受穷神来的经文 或者是那种印证 其实我说的 我都没有这些东西 你都没有这些经历 我都没有这些经历 我就是一个 我好想做牧师 OK 可是我那时候高中毕业 就像一般的高中生一样 我觉得还想再玩一下 所以我就去读大学 那大学我主修心理系 那我也没有多想 因为我很喜欢跟人互动 我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所以我就修心理系 心理系大学毕业之后 我那时候也问我自己 是不是要这个时候全职 可是也没有什么感觉 也没有听见神直接跟我说话 那我想说我有几个选择 那继续去找工作 要不然去读研究所 那我觉得我还想再继续读 我继续读研究所 那我研究所就读工商心理学 其实就是组织管理跟领导 这些主题 那研究所毕业之后 我也问我自己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要去全职 感觉也没有听到 特别听到神的说什么 那我就照着我里面的 可能里面的想法 我也不能说是感动 我后来就去找一份工作 在纽约的银行 J.P. Morgan Chase的银行里面 工作了两年 那很特别 就两年当中 后来我就 请了两一百人家回台湾 那就在回台湾 在跟一些朋友互动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 我跟一个朋友在那边喝咖啡 在那边谈话 然后我朋友就突然看着我 他说 为什么不考虑 现在就回来 我也不知道 他只是讲这个很普通 他也没有叫我回来干嘛 也没有叫 他说 你为什么不考虑现在 回来 那我已经在美国过很长段的时间 突然这一句话 我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 可是这句话 你会听起来感觉 一点都没有feel 你知道吗 因为我用这句话 甚至跟我的父母亲说 我觉得神现在说就是right now 他们说你确定吗 因为我在纽约的工作也很稳定 收入也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我里面就觉得 yeah 就是现在 所以我一回到美国 第一天上班 我就跟我的老板 弟慈诚 我说我要回去 我要回台湾 好 我要做全职的工作 那当然我后来去到 瑞典圣经学院 锦修等等 重点是我觉得 我其实就是一个热忱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热忱 那有些人说 这个蒙昭的经历很重要 我相信经历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经历不是绝对的 其实神已经放恩赐 才干在你的里面 那我觉得其实不要太看重 外在这些东西 我后来慢慢觉得 我在给很多弟兄姐妹建议的时候 我说你里面的渴望是什么 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跟主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少探索自己 因为神创造我们 神在乎的是 祂所创造的我们 能否活出 祂真正创造我们的目的 那其实跟探索自己 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觉得John 你说得很好 我真的非常非常地羡慕你 我真的从内心里面 非常非常地羡慕你 我也很希望 我的孩子有一天 他也像你一样 七八岁的时候 他的内心里面 你就非常渴望来服侍神 你希望他可以喜欢听教会的八卦 事实上我还知道有一个牧师的孩子 他非常喜欢玩牧师的半家加酒 他玩半家加酒 他会把三个杯子放在他的面前 你得一致 你释放 你悔改 不过说真的 回到正经的里面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像你这样子 一个你的内心里面 发自内心的 你看见需要 你也看见你自己 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都很需要像Bill Hybels牧师所说的 那个神圣的不满足 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 我们就觉得 这件事情不应该继续这样下去了 这件事情应该要被改变 然后想要投身于他 想要带来一些改变 第二个我也觉得 我们真的很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更深的去探索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受造 都是如此的奇妙可畏 都是如此的特别 这么的与众不同 神放了很多不一样的个性 放很多不一样的恩赐财干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真的应该要透过探索我们自己 去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因为我很喜欢你刚才讲到那个 Bill Hybels所写的那本书 就是《神圣的不满足》 是 是不是这个神圣的不满足 驱动你建立梦想之家 去照顾这些弱势的孩子呢 这个其实跟我的蒙照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想回应刚刚John你所讲的 就是有些时候 那个不一定是那个经历 也有可能是你所看见的某些需要 或者是你内心里面有个很强的渴望 我突然想到在我25岁的时候 在我还在研究所二年级的时候 那我去做这个法律服务 那当时就是朋友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去做法律服务 因为有些贫穷的人 他们很需要一些法律的咨询 那我就遇到很多妈妈他们来 他们都是为他们误触法网的孩子 来问一些问题 那其实说穿的这些孩子 他们所面对问题是很简单 不外义就偷窃啦 伤害啦 吸毒啊 那个法律关系你五分钟就可以把它厘清 讲清楚 但是呢接下来的五十分钟 我都是在听这些妈妈的哭诉 我的孩子很可爱啊 他以前很乖的 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到今天为止 我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些妈妈无助的样子 他们哭泣的泪水 那我其实在我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搅动 我这心里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法律真的会帮这些妈妈吗 尤其当时那些妈妈他们来的时候 真的是已经完全乱了 他们常常给两种想法 一种就是说 廖先生请你帮助我的孩子不要被关 另外一个就是说 廖先生请你帮助我的孩子被关一关 关一关也许他们会被改变 可是我心中就是问一个问题 被关会改变吗 我答案是不会 那怎么样会让这些孩子改变呢 怎么样会让这些孩子改变 这个问题在我里面 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 我就开始探索这些孩子 我就开始关心这些孩子 甚至跑到少年看守所 去见这些孩子 那我就发现见识你这些孩子 绝大多数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家庭 或是来自非常破碎的家庭 那他们成长过程当中 爸爸妈妈其实常常不在他们的身旁 或者是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功课 是跟不上 所以那种长期的挫败感 所以他们只好到帮派 或到毒品里面去找到成就感 找到满足感 或去忘记这些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那我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孩子们他们没有一个家 没有家的温暖 那我能够为他们创造一个像家的环境 在里面有爱有温暖 在里面给他们梦想 在他们里面帮助他们的功课进步 他们找到成就感 不管是透过功课 或透过运动 或透过各式各样的才艺 找到他的成就感 那会不会很不一样 所以我就到 我就2006年的时候 我就到西门町去 开始了这个梦想之家 其实我没有什么非常独特的经历 可是每一次当我在西门町那个地方 我越到西门町 我越在万华 我越到那些国宅里面去 我看到那些住在五平大六平大的房子里面的孩子 那些家里面没有厨房 没有厕所的这些孩子 他们所过的生活 我的内心里面就有一种越来越强燃烧的渴望 想要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以前我觉得 我想要 我自己想要做一个律师 后来神呼召我当一个牧师 可是神也告诉我说 这个呼召不是只是在我的教会里面 也去到一些真的需要的地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梦想之大的时候 我的教会还在和平东路 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住在台大师大的附近 在大安区 神的给我的呼召当然是去牧养 教会中这些年轻人 可是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呼召是为着 不是在教会当中的那些人 而且当我越进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我越明白他们所面对的 那些从小学就开始抽烟的孩子 那些在国中就在吸毒的孩子 那些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孩子 那些家里面很贫穷 没有晚餐可以吃的孩子 但我越了解他们 那些很想上进读书 但是没有能力 当你看到那个孩子很会读书 常常就班上第一名第二名 他跑过来跟你说 我爸爸在洗肾 我需要到工厂当女工 我跟他说你不可以去当女工 你要把书好好读完 这个孩子现在在高科技公司里面当工程师 你知道当你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为这些孩子站立 他们可能就要到工厂当女工 他们可能就 他们可能就流落在街头 会被帮派吸收 我就会想为他们站立 当我们谈到护照的时候 不是只是谈到一个人的工作或职业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很棒的工作跟职业 那个工作跟职业 不只是为你创造好的收入跟薪水 为你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而是你在里面 你也可以像那个妇产科医师 或像那个打击毒品犯罪的警察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 你能够做一个在职场上面带来转化 那是很棒的事情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的工作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 其实你都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呼召 是在你的职业之外 在你的教会生活之外 你能够去为别人的生命 所做的一点事情 我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一对小组长 这对小组长夫妻 他们在金融业做很好的工作 可是他们自己 其实也去上很多婚服的课程 他们陪伴很多的夫妻 走过他们婚姻当中最艰难的时刻 我想他们也找到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呼召 就是去帮助别人的婚姻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每一个人透过神 直接的给你显现的经历也好 或是你探索你自己也好 但是无论如何 找到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在你的职业上面 也在你的职业之外 能够去影响跟祝福别人的生命 哈佛大学的校长 Drew Frost 他曾经在几年前 他就给了哈佛大学的新生 一个挑战 叫The President's Challenge 从校长来的挑战 他每一年 他就鼓励这些哈佛大学新生 他说你们进到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你们学到很多很多的专业 那么你们要运用这个专业 也不只是为你们将来创造好的工作 或者好的收入 或者好的家庭 就是你们要去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比如说教育上面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问题 劳工 劳工的问题 各式各样或是食物或农业的问题 我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年他们成立一个叫做 Harvard Innovation Lab iLab 这个创新实验室 那么很多学生他们从各个科系来的 他们就结合在一起 一起来解决某些问题 那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领受的 不只是The President's Challenge 我们其实是领受到Heavenly Father's Challenge 天赋的挑战 天赋的挑战 天赋挑战我们 我们神的重子显现出来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因为受造之物切切的等候 我们显现出来 透过福音的使命去帮助他们 透过文化的使命去帮助他们 对啊 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 跟神呼召我们的方式 其实都是最适合我们的 很多人其实很怕领受呼召 因为我们对神的形象跟样式 有扭曲跟误解 我们常会觉得说 我最不想做的 神就会呼召我去做 我不想去非洲 但我如果进一家来跟神祷告的时候 祂会说 孩子我就是要你去非洲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神想象是这样的 但是我真的要说 其实我们的神 祂是良善的 祂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天赋 祂为我们预备的呼召 祂为我们预备的命定 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 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再继续等 学习去探索 那个呼召已经在你的里面 命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来的 菲律师告诉我们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要鼓励你 开始学习与神竹梦 发掘你心里面的那个渴望热情负担 认识你里面的兴趣 还有神放在你身边的才干恩赐能力 你就会发现 你以为是你的梦想 其实是神早就开始运行 在你心里面的这个力量 是祂要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而且当你发现 你开始与神竹梦的时候 你会经历真的是超乎 我们所求所想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